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对我的爷会有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见面 我们都会聚集 一起聚会 一起服侍 一起敬拜上帝 可是我觉得朋友 他可能不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次 然后他也不是一个 小组长叫你做 牧师叫你做 领袖叫你做 你才会去做的事情 都不是完美的 对 然后我们可能 每个人的特质也都不同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 还是可以因为不同的关系 我们都还是快乐 所以我就觉得朋友在一起是 也不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压力 我觉得上帝的安排 就是我觉得计划都在上帝那里 你想到他 你就会想要联络他 然后你讲到他 你就会觉得 我这种时候我很累 我很忙 然后我跟他吃一顿饭 我吃完之后 我的压力都不见了 您说说吗 没有 就是 我觉得就是一种 感觉上是脾行的关系吧 他会在乎你的感受 然后他会替你讲话 然后他也会就是 就是想办法释放你现在的难处 所以我觉得朋友的关系 就好像是像这样子 在我最想要放松的时候 我会想要跟朋友在一起 因为在跟朋友在一起 我不需要预备我 我需要讲什么话 我不需要担心他 他会给我什么回应 就是把我最真的一面 呈现在朋友面前 就是你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会觉得太丰富了 当初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去年和喜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